大家也许听了有些夸张 是真正是这样 你真正走到临床上 你真正有感受有心得了 你就知道哪个学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内真里面 因为我师父传授的 我今天为什么不讲呢 他是除了讲我们讲六经同气之外 他还讲三才同气 就上中下 三才同气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讲这个三才同气呢 可以不讲 比如我们把躯体做一个区分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 就这个心这里心窝这里 应该九尾吧 以上这都属于什么 天 天部 属于上交 九尾到肚脐怎么样 属于人部 属于中 肚脐以下 都属于下交 那么三教同气 那么对于四肢 因为我这位师父 他不是一出身 他是搞弟子 这位师父 我这位师父了不起 确实他是一个外行 确实他是一个外行 到弟子里出身 能够把真道悟得那么精深 然后又把他捡 捡得那么精简到这个程度 几乎精简的 当然可能我今天我这位他的弟子 我又在他的基础上 我又因为不好说 又进了一步 就又 我又更简 就我把这个三才的同气 我把它去掉 但师父可能听了 哪天会骂我 或者会不高兴 但我陪他老人家多喝几杯 可能他就可以了 因为他不是搞医的 他是弟子工作者 最后一届工工兵学院 成都弟子学院搞区域探矿 所以为什么说人厉害 哪个他找矿是超越流的厉害 所以他是作为人才 引进到北京 他天生就有感 人家明明这个地方有矿 对不对 人家赚了多少都没有找到 最后请他去 你这样赚 意思是偏一点 才几百米就有了 他对地球 他也是有感受的 他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人家转了半天 就没有 就请他去看 你这样转 你这样转 试试看 就有了 所以这个人确实说不清楚 那么显然他是在非法行医 按今天讲 所以他就充分地考虑安全地 所以安全地就虚干怎么样 就有风险 我们很多 不知道 我刚刚问了您 我又忘记了 贵姓 没有问 我只问了高老师 问了高先生 天老师 你应该听过我们忠贞旧间有不少老先生就到了晚年在一个跟斗 就怎么样 这一辈子的音名就扫地 因为他很难把握 一个呼吸配合不好 对吧 或者一个浅身 就是你碰到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比如说风驰风虎 这些地方 他也有危险 雅门这些地方 对吧 因为盐水在这里 所以他老人家就规定了 指针走旗以下 因为你如果放开了 可以真正的 因为盐这个内侧也是什么 靠近肺间 所以干脆 就是 所以为什么交往要过正呢 就是干脆 肘以上都不能砸 就只能砸 肘和肘 肘以下 为了安全 但头部是可以砸 因为头你 除非你真正练就了上层的武功 这个头盖骨你可以穿 对吧 否则 你怎么也都是砸着头骨 你进不去 对不对 所以头是可以开放的 除此之外 任何地方都是禁区 对吧 主要是安全 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专业的 在听这堂课 我们就放开 另外呢 为什么我不讲这条呢 因为如果是从三才来讲 这是上 这是中 这是下 对吧 所以下又不用砸 又不能砸 那怎么 它用了一个阴阳导患 我觉得这个就 会把很多人带晕 然后我们干脆不 为什么不呢 因为三才 它是无限的 无限可分的 这是上 这是中 这是下 对吧 这是不是上啊 这是不是中啊 这是不是下 这是不是上 这是不是中 这是不是下 这是不是上 这是不是中 这是不是下 一定点的地方 都可以分上中下 是不是 所以无限可分 那么我们就不分它了 但是这个经线 是不能违背的 你不能说移过来一点 移过来一点 它就不是太阳了 它就可能到少阳了 它就可能到少阳 不到少阳的经 它也到少阳的落上了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不能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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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那就更简 那就是说 那子立在经上 那就有无限的可分性 你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为什么你真 就是说你真正的明白了 是真哪里 都OK 所以你真正的明白了 你想要人家不明白 那是你分分钟能做到的 他就分分钟不明白 就像我师父讲的 这就是一层窗户子 不捅破 你一定在云里无里 因为今天我取这里 可以 明天我不取这里 我取那也可以 它是真正可以的 所以这样一种 事业的宽广 这样一个格局的突破 确确实实就给你带来了很多空间 很多自由 就让我们慢慢地向这个 怎么样重新所欲 又不欲据去埋起 这个是法上面 因为我们这方面我们都很有基础 所以还需不需要慢慢展开呢 大家说还需要吗 就是说 就是万病不离六经 当然我们刚刚只是举了六经的区域 对不对 比如说 前面是什么 两米 太阴和少阴 它没有直接上的头 但从另一个方面 它也上的头 我们从表里也好 等等 它也到头 透过这样一层关系 就是说实际上六经是无处不到的 六经是全方位的 就是没有盲区 全覆盖的 因为没有覆盖的地方 正经没有覆盖的地方 它有什么 有经经 有落 对吧 有落术 那么正经没有覆盖的地方 它有什么 有七经八脉 比如正宗 就没有正经走 对吧 后世读 前生认 但是我们 我们也可以 作为专业人员 像田老师这种 你都一看就是 高功夫的 那么你这个认读 你是随便去取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欠缺 比如说 你扎这个读的时候 你就害怕把握不住 怎么捅到里面去了 对吧 那里面是什么 对 也是有危险 那我们实在把握不了 像我就肯定这个手艺 是肯定不行的 那我是不去碰这一块 对吧 除了揪 我可以碰这一块 真我是不碰这个 那不碰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有八脉交汇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读跟哪里 后夕 是八脉交汇 后夕就通读 那么后夕通读 我们知道了后夕通读 我们把我们的泥花方针 一样用上去 我们就实际上 我们就把它扩展到 太阳是跟读相通的 所以后夕通读 我昆仑通不通读啊 你到临床上去用 你发现一样通读 甚至我不要后夕 我自应通不通读啊 一样通读 把它放开来 这就是实际上 就是一个充分 我们把原理搞清楚之后 我们真正就放眼世界了 所以原理太重要 原理太重要 这是我的一位老师 一再反复强调的 操作一定要在基于原理 就是我们砸这一针 一定要有出处 不仅仅是有过去的经验 因为经验总是有限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限的东西 后面有一个无限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 那个无限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是在前阵中呢 能办呢 那我们怎么 对 裂阙 裂阙是太阴 所以裂阙可以 那我公身行不行啊 一样 你去试你就知道行不行 你去试你就知道下你一条 你就试一试 你就知道完全超越你以往的经验和认识 好 那么当然 还有冲 还有带 一试类体 就是带这些 出问题怎么样 我们知道 找什么 你们应该比我熟悉 怠慢 哪个通怠慢 零七对吧 那么零七通怠慢 我的外观通不通怠慢 我经常是用外观去通怠慢 为什么呢 你尤其冬天 脱鞋脱袜怎么样 都是麻烦 就怎么样 就受伤 那我进到武汉去 因为 大家想想看 你又是全封闭 对不对 我们是戴三层手套 而副长把我们吓得够呛 就是你打个喷嚏 或者你喘气 喘大一点都要被感染 就是 所以首先我们去的头那几天 那就是 反正成天都拢在恐惧当中 因为副长 我们电梯也不能坐 不能坐电梯 我们是五楼 穿着那一身东西走到五楼 为什么电梯要感染 容易感染 密闭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戴着三层手套去砸针 生怕病人一个动作就感染你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砸针都在砸哪里 因为脚它是穿着袜子 它是在被窝里面的 手是露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问题我都在手上去处理 能不能处理大家想想看 手有太阴 有阳明 有绝阴 有少阳 有太阳 有少阴 三阴三阳具足没有 全部具足 所以都在你的科取的方面 所以你不用去主 你就这个手 就裹露出来的那一节 这有没有上啊 有没有中啊 有没有下 你就全部解决了 所以我们在武汉在病区 只就用一个手 就玩这个手 用针 就是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了 那你就知道是可以的 是可以如此的 所以 然后再细到其他的邦脉 我就不 大家应该很熟悉 当然 今天我们就不仅于此 原来我的师父希望我 因为过去熟悉我们 就是在内政课主要是分基础班和高级班 基础班就是由几位老师讲 那么高级班主要是由师父 而不是高级班 叫做什么 进修班 就比这个基础班再往前进修 那么就师父亲自讲 那么师父实际上 一直希望我讲一个高级班 高级班也就是今天这个班 就是讲上涵 虽然这也是师父的一个疏愿 否则传给我干嘛呢 传给我跟传给一个普通的 这个高一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我是上涵出身 我的朔 我的博都是独立上涵 尤其我的博士 我跟随的是陈毅仁老先生 天老师知道陈毅仁吗 陈毅仁老在上涵界 对吧 那是想当当的 百刘南城 百方数刘渡舟 南方就数什么 陈毅仁 这都是领衔的人物 所以六经是三寒的主打 六经变成 所以希望我在这方面能够办提高 实际上今天实际上就是这个提高班的形式 所以我们除了从布局上是这样 那么六经它不仅仅是布局 对不对 所以历来研究三寒就有经络说 有界面说 有阶段说 还有企划说 还有运气说等等 就对六经的定义是不一的 有各种认识 我也认为六经是多个层面的 肯定有区域 就今天我们划定的是区域 比如说 绝阴 阳明 绍阳 太阳 对吧 或者 这个阳明 太阴 绝阴 绍阴 太阳 绍阳 阳明 再加上跨越这个直接列是多 但是六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三阴三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甚至是很根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企划 这个在树问的阴阳离合论第六篇里面就讲 是故三阳之离合也 太阳为开 阳明为何 少阳为书 三阴之离合也 太阴为开 绝阴为何 少阴为书 所谓的开阁书实际上就是人阴阳的升降出入 就是人阴阳的气化 所以六经还有气化层面 这个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在这个界面的同时 我们在研究六经 出于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界面的同时 还有一个气化 比如太阳之为病 头像降动 头像降动说明的是什么 界面 对不对 太阳就随形这里 卖佛 而乌含 这个就不一定能够用界面去形容得了 对不对 就要用气化 阴阳的升降出入 阳气在表被阻碍了 它就会有什么 物含 阳气深达到表去趋这个含 卖就怎么样 就要佛 它就不能够紧紧地从界面能够解释 所以要用气化 少阴之为病 卖为戏 胆欲美 那更要从气化的这个层面 那么 所以我们 那这样 作为中医人 这个眼界就一下打开了 就是卖为戏 胆欲美 我们既可以用药 我们可不可以用针呢 头像降动而物含 我们既可以用药 我们既可以开柜子 我们可不可以用针呢 可以用针 各有各的千秋 各有各的方便 尤其我们很有感受的是 在初出刚进入到病房的第一天 药是没有的 因为进入武汉 不像今天进入武汉 那个时候我们是到武汉的八院 那是个钢厂医院 三甲医院 那个时候忙得一团找 医院还为你提供药 中药 没有的 你自己去找 你自己去找 你不可能拎三副药给病人 那都是全封闭的 就任何一个东西 一张纸都不能够带出病房 手机不能带进 也不能带出 最后我们怎么办呢 就有志愿者捐了手机 就放在病房 因为在那里是一团雾水 一团蒙的 开什么药 拍了舌头 我们记录 然后传出去 然后我们回去以后再仔细做梦 但后来慢慢慢慢 适应了 好了 开始确实就是一团雾水 先是被吓得 虽然没有魂灰魄散 但是也就魂不守舍了 对不对 好像能够平安地出去都不错了 还开什么药 但是 可以用真 我们是到第三天 我们才找到关系 找到志愿者 要帮我们能够煎药 药才能送进去 那第一天我们就把针用上 因为针是怎么样 事先带进去 副长那里 酒精怎么样 都伺候好 我扎的第一个病人就是 胸梦 短气 有呼吸困难的素养 这是新冠的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很多病人是没有咳嗽的 他咳不起来了 但他有呼吸困难 有胸梦 短气 我们这个针一下去之后 你问他 病人说 病人就没有回过神来 因为已经习惯这个短气 胸梦的模式了 对吧 因为医院 抗病毒是用两周之后 他已经到齐了 就没有再可用的药 他又没有到围重症去 要送转院 因为武汉八院 它是一个过渡性医院 就是围重就要转走 确诊就进来 又没有到 那用什么呢 没可用的 就输养 吃又吃的不怎么样 所以病人是 确实我们开始进去 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好 为什么呢 就心里麻烦了 对不对 又没有什么治疗 又吃的不好 但我们这个针进去 实际上他没有回过神来 我们就问 你现在感受一下 呼吸怎么样 胸怎么样 他说怎么会那么快呢 胸闷就大大的减缓 甚至没有 所以有个病人就很好地给我们形容 他说过去我的胸像什么呢 像武汉过去上下班的马路 现在我的胸像现在的武汉的马路 因为那个时候的武汉怎么样 马路上什么 几乎没有车 空空空 就这样 这个病人形容 就针它确确实实 它有它无限的方便 就为什么我强调 中医人必须要随身懈怠着 而我就从跟我师父学针之后 我的针一直是 有没有用 尽管多数是没用的 但有些时候自己用 但是我的针肯定是在荷包里面 随身携带针 随身携带针 我们就等于 实际上 这个我学针之后 也颠覆一个很大的颠覆是什么的 包括我在思考中医里面 天老师我跟您汇报 我都写 因为那个时候中医 您是肯定最清楚的 就是我们有相当长的一个时候 从中管局下来要求 就是我们要搞急症研究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就说 中医不要去跟习一拼 各有各的长处 你不要去搞急症研究 对不对 所以我在思考中医里面 还写了一段笑话 我就说如果有人心梗了 去问张仲锦和老人家 究竟是开司力汤呢 还是打120 张仲锦就说打120 但我今天告诉大家 张仲锦一定不会这样说 张仲锦说 你的针呢 用针 针就是一个药令 而且是我们随身懈怠的药令 很多同仁学了针之后 在回家的路上就遇到坐高铁 就遇到有急救 有付救的 马上出手 马上就得到好的环瑰 所以确确实实 作为中医人 我就觉得 我们要很多认识 要更新很多认识 中医对急症 至少我今天认为 很多时候是不亚于习 甚至是忧于习 为什么呢 你120到这里来 它需要时间 你路上堵 毒死了120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你随手就可以出 哪怕你没有带针 你有什么 有手 很可能这个病人 因为你这一出手 他就转为为安 因为你这一出手 这个劳梗也好 劳易血也好 他就转为为安 因为你这一出手 这个心梗可能 再往大面积 甚至他就内阁了 因为你出手 他就有可能怎么样 就得救了 所以我学了真之后 对整个中医 尤其对急救 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果今后 思考中医要修订 那这一段我一定是要修订的 那个时候是03年之前 我对中医的认识 因为你我学生 还有12年 常常就12年 那在这12年里面 我一直是持有急救 不要去跟习拼 这就是你的短板 你干嘛用自己的短缺 碰到那些长呢 那今天我不这样 因为我们有很多 鲜活的例子 我自己碰到的 我的同仁碰到的 还有学生碰到的 都有很多鲜活的例子 怎么样使这个病人 有些是不可能恢复的 让他恢复了 从西医的角度这样 这个出血量是不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用了症 用了刺血 这个病人还真就回来了 而且还超乎想象 西医认为这个出血量 他要吗 我们在华山医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 所以连这个病人的亲兄弟兄长 他哥 他哥是一个大律师在上海 专门搞什么呢 交通事故的 所以他都一很熟悉 一看了片子 这个出血量 就跟他夫人说 不要手术了 就跟他弟妹 不要手术 主治医生也说不要手术 因为手术之后怎么样 两种结果 一个可能死在手术台 另外一个可能 终身就 那确实我就觉得 他夫人非常了不起 说什么结果我都要 但是一定要去抢救 就去做了手术 但很有幸 这个案例的 这个患者的好朋友 是我的一位学生 我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 著名的编剧六流 大家知道吗 知道吗 他跟华山院的关系 非常之好 所以能够第一时间上针 我记得 我是在电梯里面 接到这个电话 我就跟他说 你第一时间一定要用上针 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吃血 那是遭到这些副市副长们的 很没能对 搞什么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通天 打了招呼也没办法 就这样一直坚持坚持坚持 结果仅仅到了三十多天的时候 因为他都绑在床上 因为这些病人都是 最后病人不见了 怎么样 跑下去了 所以现在不但行动 一点障碍没有 开始是语言 记忆 运算等等 因为它也是一个很高端的财务方面的 不能运算了 也没办法打字了 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恢复 慢慢恢复 现在写字没有问题 那么计算也开始可以了等等的 就是这个恢复是超出习义的想象 就是有很不可思议的案例 那么在我们就因为通过这个界限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 最终于人 最终于人 在这一点我们讲要重拾信心自信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抓手或者一个点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法上 在法上面 反正其他我就不展开 对吧 因为大家都有基础 因为我看时间已经过时一点了 那么在法上面 实际上已经 我们就已经可以实际上运用自如了 从真的运用 真道的运用而讲 就是完全你可以超越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讲啥 我认为我们没有讲啥 但是我们把这个脉络给你一理之后 你原来我相信 你原来那些东西怎么样 就盘活了 是不是 你有这个感觉吗 就盘活了 你就很潇洒了 你就再不用去看 这个穴我应该用什么 全部在你的心里面 那如果我们能够再上一层楼 这个不叫再上一层楼 这叫回归到理上面来 我们不是说理法方针吗 那就真正的OK了 当然在理上是我有穷尽 穷其一身 所以我始终界定我现在是一个初学者 虽然认识到了这些界面 或者在某一个点上也见到了这些界面 或者在某一个点上我也实现了这些界面 所以不同的层次 但是这里面人员是无限的 我人员是一个初学 刚刚起步 你完全可以 这个里面可以穷其一身 它没有止尽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 要突破最后一层 那个边界成为无限吗 那这个无限 那你的内在 你的学习怎么样 也是无限的 所以它是完全 就是这幅图景 我们是可以去憧憬 它确实是很美好 也很诱人 那么这个理是什么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高老先生写的这个字 查掉 我看看我怎么写啊 或者大家给一个建议呢 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到 我们应该把理义写在上面 还是理义写在下面呢 理法方针还是理法方针呢 田老师给个建议 写在下是吧 啊 最高级别 但如果从根本的角度 它也是最下 它是根 那我们还是写在下 好吧 那我们统一了 我们写在下 都可以啊 也法 有一个根本的理 就在这里面 为什么 当读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当感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内心 会 涌动 内心 内心会对古圣先贤 会感恩 会生起 崇敬 会对这些造自的这些 这些先贤 无比的崇敬 就他们怎么能够 所以你就一定觉得 如果是许圣 如果是这些先贤 就造自的这些先贤 一定是误了道的人 一定是通达这个道体的人 我们知道咸是什么 做菜的 放盐 盐就是味道是咸的 人不吃盐怎么样 行不行啊 不行 五味里面 盐是一个很根本性的盐 五味 那他是入圣 圣 我们终于 至少从丈夫这个层面 他是什么 先天之本 对不对 他是生命的根本所在 因为圣主藏经 父亲 父亲者生之本 当然 今天我们讲贤 他不仅仅在这里 贤还有更深的意思 贤是周易 我们周易 我们讲周易 他有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里面有上经 有下经 是以贤为实 上经是以贤为实 下经是以什么为实 下经就以贤为实 贤是什么呢 贤是什么呢 这是贤 叫折三贤 上面是对 是贤 是贤 下面是梗 是三 这个叫贤 贤挂 那么贤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对贤有一个注视 叫贤 叫贤者 叫贤者 下面加一个什么 叫感也 所以贤的根本意思是什么 感的意思 感的意思 那么怎么样 就贤就是感呢 这为什么是 折三是贤呢 也就是折三就是感呢 因为我们知道 周易的体系里面 它分为金传和别传 金就是八卦 八卦的体系就是 这个乾坤 坎尼更逊对正 对吧 那么别卦的体系就有 两两相从 两个金卦合起来 就构成了一个别卦 所以两两相从 就八八怎么样 六十四卦 钱卦跟钱卦合起来 就是钱 坤卦跟坤卦合起来 就是坤 钱卦跟坤卦合起来 如果是上坤 如果是上坤下坤 那就是坤 如果是上坤下坤就是什么 就是坤 等等 那么乾坤又被称为父母 那么父母 叫乾坤生六子 三男三女 对吧 所以 我曾经开玩笑说 我说 最理想的一个家庭的状态 就父母要生六个孩子 想过去 三个男女三个女 那就对了 现在独生子女 确实有些难弄 生了六个是很好弄的 就和尚了 就跟八卦和尚了 对吧 那么 其中 哲是属于什么 少女 梗是属于什么 少男 所以 贤卦 它是一个少男少女相会的 我们会有什么样呢 所以 问问大家 问问你 你最初见到女孩子脸红心跳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这就叫做感 而这个感 你只是见了她心跳 你只是见了她脸红 只是下次你进教室的时候 她不在 你觉得她心跳 你觉得她心跳 不是滋味 对吧 但你会不会想到其他事情呢 你会不会想到 晚上去开个房 会不会啊 不会 会吗 绝对不会 那个时候 很纯很真 但是 这个贤恰恰是讲的 那样一个层面的感 很纯粹的感 天地的感 就是这样一个感 所以意义 它非常的巧妙 他没有把中男中女 没有 他没有把极记 这个魏记 叫做弦 对吧 他更没有把这个风雷 吴旺或者雷锋恒叫做弦 他把折三叫做弦 这个才能够跟感标配 这是没有染污的感 这是真切的感 所以感实际上就是什么 后来这个异的这个词里面 这个是文言还是什么 这个大家去查查弦管里面 叫天地感 而万物什么 万物化身 所以在细词里面又有天地运运万物这个化身 天地运运万物叫什么呢 男女构金万物化身 天地运运万物化存 男女构金万物化身 就我们的万物 包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个个的很纯粹的人 都是因为感而生的 因感而生的 《语经》里面有两个很精彩的词 有三个很精彩的词 一个是天地感而万物通也 就是我们讲的通要靠什么 感通 为什么叫感通 一个就是天地感而万物生也 还有一个就是细词里面讲的 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道 就是我们终活的文化 虽然我们笼统来讲是通过学习 但是我们真正的明白是通过什么 不是读书 不是多对基本书 或者多什么你就能够明白 最后真正的明白是什么 真正的通达是需要去感而随同 而感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学 这就告诉我们真道的根本 或者真道的秘密 或者真道你要上升到 或者你要回归到你的层面 你需要怎么样 你最终需要用的是什么 那个就 就无用可用了 就用到心了 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那么 初初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构成感呢 等我们讲根本层面的感是用心 但是我们从构架上 从逻辑上面的这个层面来讲 那么怎么样才能构成感呢 就必须要具足什么 少男少女 就必须要具足阴阳 对不对 它才能够构成感 天地是不是最大的阴阳 对吧 是不是最大的阴阳 对 天地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我们视野方面的最大的一个阴阳 所以内经里面有很多讲 天地交而万物生 交感交感 交者感应 也就是天地 阴阳者天地之道 阴阳人员不离 阴阴阴阳的范畴 对吧 天地人员是在阴阳里面 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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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阳影音是什么 就是你在读小学的时候 故意你知道他喜欢什么 你故意去弄了一个什么东西 放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他天天路过的地方 这是从阳影音 他又是怎么从阳影音 也就是说从阴影音阳 从阳影音就是一个什么感 一右之左一左之右 就是一个什么感 因为有了阴阳左右者阴阳之道路 有了阴阳怎么样 才能构成感的条件 才能触发这个感 就感的基本条件是阴阳 所以为什么右病要左致呢 就是为了触动这个感 就是为了给这个感形成条件 因为感它需要这样的条件 我们通过弦我们就知道 折三弦它需要通过这样的条件 为什么要促成这个感呢 因为感了之后就有无穷的可能 一个是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因为阴阳发生交感之后 它有一个生化的作用 一个万物生的作用 你缺失的东西 它就可以生化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天下的病 我们讲一千到一万 它无非就是两个病 一个病是什么 大家能够回答吗 一个病是什么 你是学西医学得太好了 对 但是我们从拔钢的角度 再具体一点 落到形而下的层面 不外乎一个是虚 一个是实 对吧 所以天下的智法 尤其我们真 我们真就拿良法 就补械嘛 补以缘 卸一方嘛 连转补械 提差补械 银水补械嘛 对不对 就是这几大补械嘛 虚者补之 实者卸之嘛 对不对 所以 因为通过感 它能够生化的作用 虚者就能够怎么样 因为感之后 它能够通达 实的怎么样 就可以变成虚 实就是不通嘛 对吧 所以它就 为什么它真能够用好了 能够 我们不说一切的问题 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 或者太多太多的问题 就因为从原理上来说 通过这个感 通过这个交感 通过这个弦 弦我们再加上一个金属 旁就变成什么 通过这个针 怎么样 它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是没有的 然后生起来 确实的我们把它通过生化 我们给它起来 不通的怎么样 我们通过这个交感 使它通达 交通 所以这个是振动最根本的 从现实层面的原理 我知道这个原理 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 这个方要 以左之右 以右之左 为什么要上并取下 下并取下 因为它就是要造成 叫做一个阴阳的格局 为什么我们左并不取左 但从究竟的角度来看 左里面也有阴阳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 以左取左 也是一定一样有作用呢 但是如果我们去做对比 它的效价就要低一些 因为左为阳 但是阳中有什么 有阴 阴中有阳 所以它也是有交感的 但是这个交感的界面 就没有左右那么大 对不对 就我们要把它放大 它是这样 就这个原理 从原理上我们明白 我亏 这是一个层面 这是从面上去讲这个感 那么从非面上去讲这个感 也就是从更内在去讲这个感 那我们就知道 就要归到心的层面 就要怎么用心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心 我们怎么样要心 它有感 能够感 这个可能说来就话长了 所以我们觉得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 那么了不起 我自己一直以来认为 中国文化 它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它指对的 针对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明代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大家叫王阳明 杨明先生 杨明先生的学问被称为什么 心学 我的认为 我认为不仅仅是杨明先生的学问是心学 整个中国文化 它根本的指向就是心学 所以也可以说 在我这里也可以说 中国文化就是心学 就是有关心理学 这一点 大家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儒家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论语 我经常在讲论语 我们看看论语的第一篇 学恶 学恶的开手讲的是什么 学恶实习是怎么样 不亦乐夫 有同志远方来 不亦乐夫 乐跟乐是什么 一个字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夫 这里讲了两个乐夫 或者一个乐夫 一个乐夫 一个不运 这都是什么 乐也好 乐也好 都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感受 不运 是不是都是感受 就是感受 讲的就是感 你看学恶 学恶 学恶 这学恶是 就是讲的 学问 就讲的是 开手 开中 为什么中国文化讲 开中民意呢 就孔子一生的 孔子一生的学问 他讲客己 父女为人 客己父女为了什么呢 人者是什么 是乐而忘忧的 我们讲乐而忘忧 不知脑子将至 这都是心理层面 这都是感 这都是心理层面都是感 所以中国文化的指向就是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学衣 所以为什么讲秀才学衣 龙女抓鸡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中国文化 它要有所 还是要学一点 还是要有所设计 我们就能够理解 就能够 中医是怎么回事 所以讲的这个层面 最后到心 就是你怎么让心有感 你怎么又要让这个感更纯粹 所以你看 树问的后半段 就是我讲的这个树问的那个 我不知道是总结 我没有数多少个字 多少个字 我都把它叫做真言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以右至左 以左至右 以表之理 以观过以不及之理 见微得过 用之不代 怎么样以表就能知理呢 怎么样以我就能知笔了 怎么样见微就能得过了 知道吗 当我们的感能够很纯粹的时候 能够像贤 能够像少男少女这样的时候 你看到表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了吗 这通过什么 我干 你看到 你通过你 你是不是就知道对方了呢 或者你打眼一看对方 你就知道了呢 怎么知道的呢 他写了告诉你的吗 非 心就知道了 为什么见微你就能够得过了 他一个 他一句话 一个轻轻的言语 你就知道后面的东西了呢 你就能用之不代了 干 咸 咸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学一股文 我们知道咸还有什么意思 不愧是天老师 接也 对吧 都是 周片的意思 就没有遗漏 对吧 咸就没有遗漏 所以你真正能够用咸了 你真正咸了 是没有遗漏的 大家想想看 我们讲无限 咸就是无限 对吧 就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到这个份上 你看 你说终于美不美 因为我们不断有进步的空间 不是说我们学完这期课 或者说我们学完这本书 就没什么 不是我们毕业了 不是我们生了主任一师 我们就没什么了 我永远觉得 我才开始 我就是个小学生 而且小学生都不到小小的学生 因为无限在等着你 圆满在等着你 就闲在等着你 你现在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心态 去观戴我们的一 去观戴我们的人生 大家想想看 它的格局 它的量就不一样了 所以以这样的心态 我们去用真 就真正我们有一天 我们到了这个界面的时候 或者进入到 真正进入到这个弦 或者回归到你的这个层面 那我们的运用 那我们的运用就自如了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 本来我每一次讲真 我都有一个 比如说运用的环节 但我觉得今天 大家在运用这一块 我相信都比我更娴熟 那么我用到真的时候 实际上还是很少 现在我用真主要是给自己用 有的时候不舒服 自己用用 因为我现在不出诊 也不做门诊 就是说 因为自己做基金会之后 就时间上没有保证 因为大家出诊 我们就必须要保证 你一三五就一三五 必须要再来你 对吧 别人能找到你 所以那你只能有取有舍 我就没办法只能舍掉 所以自己现在做门诊的时间 实际上也没有 就偶尔有些特殊的 那么看一看 所以实际上用真并不多 所以大家在运用这块 更加应该说是 比我更丰富 更擅长 所以今天就把这样 抛砖引玉 就把这样一个 透过理法方针的这样一条线 我们把这个不但把伤寒 我们串起来了 立法方针立法方钥 这是伤寒论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 或者是在线的各位同仁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要怎么样重拾重景的初心 能够回归到两足 并行的这样一个道路上来 这是一点 另外我们就透过理法方针 或者理法方钥 我们也拎起来了 作为中医人的人生的规划 不仅是中医层面的规划 而是人生层面的一个规划 我们也可以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在哪一个界面 到了哪一个层面 也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另外确确实实 我们如果这个线拎起来了 我们能够很好的 就是要公布堂卷 我们过去的 像田老师这一支类的这样一些 我们都已经以往 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 我们可能就能够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就能够透过这条主线 我们把所有的以往的东西 我们把它盘活了 对吧 然后我们能够真正运用自由 然后我们能够笑傲降福 那我想今天我是不是就讲那么多 还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一个提问的环节呢 那个音主任 还是你们要有总结的环节 有吗 有吗 针带了 我随身带针 针不离生 除了睡觉不带针 怎么演示呢 不要有模特 大家有什么不舒服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有没有不舒服的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 大家不要搞一个很难的东西给我 我已经声明我是个初学 你几十年的问题 让我在这一刹那中解决 那也 就是你现在最近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可以 您说 牛老师你好 我是这几天的问题 就是之前长时间的开车 然后现在这边的腿 向外翻的时候就有点痛 OK 那请您上来 拿一个凳子 我忘记带那个酒精圆球了 我这 让我一点 哦 对 可以 哪个地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学医的吗 那这是什么地方你自己说 你指导我了现在 膀胱其实是什么 对 实际上今天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展开 就是除了气化还有脏腑的层面 对不对 除太阳它就是膀胱 除阳明就是什么胃 除阳明就是大肠等等 那么现在你描述的是膀胱 除太阳 对吧 然后在哪边 在右侧 好 那么右我们应该怎么样 从方 先从针 针我们可能 田老师吃一个血 您的经验呢 当然局部就是 他就是还教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位 应该是 你让田老师看一看 你屁股 屁股 那就是在环调这一块 那是太阳还是邵阳呢 在邵阳之间 太邵之间 那就是太邵之间 那就在落上 那我们首先在这个区域上面 那么就知道他在太邵之间 在落上不在正经上面 好 那么他在右 那么我们先定方 在左 左上是左下 都可以 没有什么 因为左右他包括上下 对不对 好 那么法呢 同气相求 对吧 同气相求 那么 然后你就要去取 太邵之间的那个落 对吧 比如说要取手的话 这是太阳 这是邵阳 对吧 要太邵之间的落 那么在这 比如说在这 对吧 然后我们 这个用内阵的话 你呢 他强调一个阿四 就找 就我们怎么精确地去找穴 就阿四 就是同样是太阳 太阳有那么多区域 他有些时候在正穴上 有些时候在非正穴上面 这个我们就 比如说 发现今天没有剪指甲 这里有特别敏感的地方吗 酸脏吗 酸脏吗 好 好 你现在动动脚 怎么样 还有那个感觉吗 有变化没有 清了吗 已经没有了 对吧 OK 好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带针 手可不可以解决 一样可以解决 怎么样 清了吗 好像是 不是好像是 没有了 那你坐下来 这是一种选择 对吧 那么实际上 我不这样行不行呢 也是行 甚至我用任何一个地方行不行呢 也是行 为什么行 比如我现在给他扎一针 因为既然上了 我就给他扎一针 不好意思啊 我扎也很难 比如说 不打戒 我扎一针 不然 你们在试下 这些东西 没有 我扎一针 鑶 能不能 出来吗 不合乱 我们在试下 怎么办 不一样 也 怎么样?没有了?好,为什么行?为什么可以?你先下去,对,为什么可以?大家先看看。 这就叫做从心,为什么叫从心所欲,不叫做从生所欲。 我们讲,我们刚刚讲了不越雷迟一步,但有些时候又可以越雷迟一步。 实际上一个河谷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为什么?我们内政里面,就中国文化讲,为什么我们是叫中义,而不叫其他的义? 为什么我们叫中华,而不叫其他的义? 实际上我的理解,我们并不一定是在地狱的中央中间。 当然有些人也会这样认识,而更重要的这个中,更重要的这个中,是中国文化的道童所在。 所以我们叫,有一句名言叫允值绝绝,对不对? 姚舜宇在把天下相传的时候,就这四字真言,允值绝绝。 所以这个中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只是了不起的,最后成为儒家的四大经典,中义。 中义者天下之大本,它是本。 我们经常讲,我们现在的人尤其喜欢用中,某某某某某中心,对不对? 本来不太大,本来很小,它也叫中心。 所以就很容易用中,很喜欢用中,或者叫心中。 所以中实际上,因为我们经常讲我们的心在哪里啊,中国人讲的心在哪? 它不在这边,它是在什么?在中。 所以中是跟心,我们讲最静能也好,或者它就是心。 所以为什么叫中业者天下之大本? 恰恰在《三寒论》的第一百,阳明篇里面,恰恰有阳明是,哪一个是居中的啊? 阳明居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喜欢用河谷,有的时候我们的疫诊,我们在祥云疫诊。 祥云中医院的针灸科的主任,因为我去了嘛,所以就派针灸科的主任带了几个人跟诊跟我。 我们疫诊就病人很多,那他拍了一台架的摄像,然后还有N个手机在拍摄。 我说他叫什么主任呢? 我叫张主任,我说不要拍。 我说你搞清楚原理就OK了,还是要拍。 我说真的不要拍,拍没有用处,因为我真扎得不好,扎得很难看。 你是专业,我是非专业,你拍了我也脸红,不好意思,对不对? 你要田老师一用针,我就不敢用了。 我最多就用用手算了,对吧? 因为一看就录马脚了吧,你都挣扎得那么糟糕,对不对? 很多个层面,不要录,不要拍,还是拍。 最后来所有的病人我都砸一个合骨,所有的病人没有一个没有效果的。 最后他就懵了,他也就不拍了,拍没用处了嘛,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下面的原理,大家去参。 那我今天就讲那么多,谢谢大家。 大家还有问题吗?没问题。 这位老师,我们可以说一下吧。 刘老师,你好。 我今天听了你的课呢,我觉得很有启发。 其实你就是讲了一个大法,对我们临床是一个指导。 但我这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同气相求也好, 后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八脉交汇血,就是说可以上病下去。 那么我就在想,你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就是你说这个癫顶痛, 你可以取手绝阴,也可以取足绝阴, 然后这个八脉交汇血,你可以去这个,就是, 比如说是这个八脉交汇血代脉,你可以取足上痒,也可以取手上痒。 那么你这个取血是为了你的针刺方便呢,还是根据什么来,就是分辨, 你到底是取手还是取足,就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方便,方便是其一,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那根线,那个原理。 因为足,零七是在绍阳上面, 它说小了,它就是绍阳上的一个血, 放大了,它就是绍阳的一个代表, 它就有绍阳的气质,是吧? 所以那么你选另外一个血,虽然它不是竹林熙, 但是它有不有绍阳的气质呢? 不是,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 我问你,它有不有绍阳的气质呢? 那肯定有。 那有,那同样,那我外观为什么叫绍阳? 它为什么叫绍阳? 它一定有绍阳的气质,它才成为绍阳。 只是一个是竹,一个是手而已,对不对? 对。 那既然有少年的气质,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取它呢? 那就是说你这个是随机取的,还是根据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我临床上碰到, 那我是随意地这么取手? 我建议您不是随意取,我建议您一定是有经验的,因为您问这个,您是搞针灸的,是吧? 那您一定有丰富的经验,那您就用原来的经验,用今天我讲的这一套东西去盘活你的经验,去用好你的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去用您的经验,我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我就乱取,我取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因为我没有那些东西,也不是束缚,没有那些东西可借鉴,因为我完全就不知道,我没有搞过针灸。 所以这是我的缺失,我需要向您学习,但您需要向我学习的,就放开这些,原来你习惯都是取足的,对吧? 但是,你要人家脱袜子,要让人家手现成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在手上,我砸一个中毒,行不行呢? 你去试你就知道,一样可以,但你一定要把原来的东西放下,舍掉,你用才灵。 否则你一直固守原来的东西,你就一竞争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怎么可能呢? 它就真的不可能了,为什么到最后,到你的层面,就是一个心。 你认为它可能,它就可能,你认为它不行,它就不行。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谢谢啊。 好,谢谢。 那位同仁。 我今天见到这个,刘老师我真的很激动,因为说实在的,你就从你的第一本书开始,我就已经就是把我整个综艺的思路就转过来了。 但是当时我看你的那个,叫什么,我想不起,就中医,开启中医这本书,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学这个山岸论码。 那一直后来你搞的这,有七届还是八届的抚养论坛,每一本书我都买,甚至有几次都参加。 然后就坚定了我走这个中医,这个抚养啊,这个中医经典啊,这种路。 但今天呢,有心见到你呢,我就提两个小小的问题。 就第一,就是你的这个开启中医之门,实际这本书我当时看完之后呢,就可能我有点冒犯,但是就是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因为当时我觉得,哦,好震撼啊,我觉得我这个中医找到这个中医开启中医之门的这个道路了。 但是这个。 我先打断你,你后面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你要问什么,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开启中医之门,首先我告诉你,不是我写的,是我整理的,是我师父去世之后,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因为他对我的教授,对我的启迪,非常令我感动。 我就觉得这样,因为他英年早逝,他的学问就这样淹没了,所以我就找到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把他的东西整理出来。 但是他的东西是,因为我跟随他的时间也有限,就是八个年头吧,有很多时候我还不在。 那么能够整理的,就是他在中医学院的一个系列讲座,一个五天的讲座,那么把它整理成文字。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因为确确实这个书很曲折,也很传奇,因为到了中国中药出版社之后,那么第一个编辑就搞不定了,石沉大海了。 最后转到第二个编辑,一个老编辑就是中国中药出版社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叫樊正伦先生,樊老的手上的时候,樊老一看这个书,因为编辑的习惯是怎么样呢? 用书来催眠,就睡前翻一翻书稿,然后就困了,就睡了。 所以开启中医之门,那个时候不叫开启中医之门,叫做运气学导论,他也呢,十点多了,就拿起来,因为一个前任编辑把它交给他了嘛,出不了就交给他了,他就想翻一翻就睡觉了,催催眠,结果一翻这个时候不是催眠了,没有办法停下去。 就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他实在不行了,抓起电话给他的前任编辑,就是小编辑打电话,他说你认识这个作者吗?或者整理者,不叫作者,因为真正作者是我师父,我只是整理,他认识,你能不能把他请到白金来一次,我有话要跟他说。 在那个时候,编辑请作者是没有的,都是作者去求编辑,我到了北京来,他在看病,他是很奇葩的一个编辑,中国中学出版社的,然后他跟我说,刘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看完这几个病,我们一起吃饭。 是他请我吃饭,他喜欢喝的饿过头,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跟你师父是神教。 他说,如果你师父还在,我不会找你来,你师父走了,我一定要找你来。 就是你的这个感受,他说,你能不能够再弄一点东西呢? 哪怕知言片语都好,所以我只好回去以后,把我的笔记本整理,然后把它给我们的信件什么什么整理,然后就放在妇虏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做到那么多,谢谢。 好,谢谢。 所以,听完之后,我就很感谢你,谢谢。 刘大师,现在在你的上面介绍,没有写大师,但是你的学问,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大师,很感谢,很感谢,这一次一走织者,我就简称长叉医学会吧,这次会走得很好, 要感谢这个尹宝光老师和田老师他们这一排,这个领导有方,我们大家学习都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的这个刘教授,刘大师,他是心肝脾肺肾,都是大学问,很好。 他应用这个四种学国的当中,用得很活,也提示我们用简单的学位,都能治很复杂的病。 进一步的认识了,上汉论的我们的先走先驱,张忠锦先贤,他是真要并用的,并不是开方,也用真。 谢谢你的指点,我呢,把四种学国前四句,我也编了四句,请你多指教,在座的同仁也给我指点。 这个四种学国,也是明朝居传,他的这一个编剧嘛,是吧? 原来的豆腐三里牛,腰背伟中球,头向心结绝,面格活不受,我就把它变成了,四句也比较,谈不得合则押韵,训口就可以了。 我这四句,最后呢,我写四句,送给我们的,这个刘大师吧。 我写一写,我用适量中药,给贝贝,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多指点啊。 我用适量中药,那你给我开方了,对吧? 太棒了,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帮我记一下。 这是第一样药,威尼泉。 十几千年间,你十几次提到你的老师,你十几次提到你的老师,你十几次提到你的老师。 我给你这个名字,老师朋友嘛,室友。 中大海,这是海洋的海。 好,谢谢。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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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学问。 谢谢。 谢谢。 好,那就,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大家还有问题,不要提了,因为时间关系。 在这里呢,首先我代表我们在座的各个老师,向刘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刘教授啊,是非常值得尊重和非常有询问的人。 我跟刘教授啊,也相处了几次。 但是每一次呢,都是有不同的感受。 你看,曾经在前年,咱们到临县,我们到山西临县去扶贫。 刘老师也去了。 去了以后呢,被咱们乡村医生再讲,皇帝内真。 当时啊,非常震撼。 哎呀,乡村医生啊,能够见到这么大的教授啊,感到非常荣幸。 但是他们身体呢,都是不好。 因为乡村医生嘛,还有赶活啊。 不少人都腰,腰不好。 其中有一个,哎呀,拐着,上台啊,都很困难。 请咱们刘教授啊,来扎两针。 刘教授就用皇帝内真的方法。 首先呢,先取血。 你这个病,我应该从哪儿去诊断,去找血。 找到血以后,就扎了一针。 然后让他,你动一动。 啊,来回来动动动。 你下台吧。 哎,这一下台,本来是拐着下台的。 但是他下台以后呢,哎,没有什么感觉了。 还在这蹦一蹦,跳一跳。 这使我得到一次震撼。 我觉得他们中医啊,特别中医,咱们针灸啊。 可以说真实。 我们一旦掌握好了,我们这个武器啊,就算我们真正掌握了。 咱们针灸,我是接触针灸专家不少。 针灸的专家呢,他所使用的针灸方法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形容,你像有的大动作,我们称为小钢炮。 钢炮呢,也能,是吧,能杀上敌人。 但是我们灵巧的针,短针呢,我们形容什么?手枪。 我们手枪呢,非常便利,但是我们对准敌人,同样能杀上他。 是不是? 所以就说,针灸来讲呢,博大精深。 今天刘教授呢,讲的黄金内针,虽然没有具体的操作。 但是从理法,真要这方面,给大家讲了,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啊,不断地揣摩。 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从道家来说呢,刘老师讲的呀,很多东西, 你要是不悟,觉得,哎呀,我看不见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咱们道家有句话是叫,无为而无不为,是不是? 实际上就这个道理。风,有没有啊?有。 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 但是它存在不存在?存在。 一旦这个自然现象,我们掌握了它,就能够为人类,是吧? 能够得到很多的造福人类吧,是不是? 刘老师也是。讲的这些理论,这些方法,我们回去揣摩。 我们虽然看不见的东西,你按照刘老师所讲的这些内容, 这条线串起来,我们就能够找到真谛。 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今天就半年时间,刘老师呢,也是非常感恩的人。 首先呢,对于那个,我们一生啊,非常崇拜。 给大家也是进行张中景的理论来讲授。 同时呢,又结合黄帝内珍的一些内容给大家传授。 我想回去以后啊,大家是不要忘了,刘老师讲课。 回去以后呢,我们再根据古典的中英理论,我们再不断地传播。 老师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 但愿就是说,回去以后,各位老师呢,能够在临床上,能够发挥针灸作用。 为病人呢,能够解决更多问题。 这也是我们要办这个班的一个主要目的。 另外一个呢,我简单地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班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个针法高级班。 我们请了三位大师吧。 我就说,我就应该是大师。 他们呢,为大家讲课。 三位老师呢,可以说在当地,在我们针灸界,那是首屈一指的。 你看我们第一讲,常晓荣教授,是不是? 他已经是六十七岁了,哪像啊? 但是讲课呢,神采一异。 而且呢,把他的经验,教学经验,和《忠于针灸诗诗诗经》串下了。 然后再把特定学的使用方法,告完他讲了,是不是? 为我们针灸呢,打向基础。 因为在座各位老师可能不一定专门搞针灸的。 通过这么一学呢,我们就把针灸,我们基本上就了解了。 昨天呢,我们请的是北京中央大学刘庆国教授。 他呢,主要是侧重临床这方面,为大家来讲解火针的方法。 但是这些老师们啊,都不愿意向社会那些人这样讲法。 因为社会上不少人呢,所称为我,我掌握什么特异方法, 如何如何,来上来,我给你扎,怎么怎么弄。 弄得很邪乎。 但是我们不少人呢,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有能的呀,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经络啊,针灸啊,我们的疾病啊,是不断的变化之中。 是不是? 他虽然告诉你,扎这个穴能吃什么病。 但你换个人,可能这个方法就不管用了。 是不是? 他主要我们要掌握真正的,我们要掌握的东西。 一旦我们把理论方法掌握了,我们就可以顺着这条线, 我们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次啊,像刘教授呢,也为大家讲火针这方面。 大家呢,也成为受益者。 不少人也是体验火针,是吧? 另外一个呢,自己的疾病呢,也得到一定治疗。 蔡老师,您那个昨天失眠最后扎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了? 是,后来睡觉了,你看。 那看起来还得需要一针还不行,是吧? 其实啊,扎针呢,就是这样。 我们可能刚开始减效,后来不减效了,后来又减效了。 它有一个反复过程,是吧? 我们都是一生,是吧? 我们今天呢,请来了刘老师,是吧? 为大家讲这么多内容,是吧? 大家都有体会。 刘老师主要是什么? 告你一个方法,告你一条线。 你怎么按照方法这条线去传播? 是吧? 我们就能得到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三天时间啊,过得很快。 大家有什么问题,以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群里啊, 有什么要求啊,有什么内容, 可以咱们交流。 在这呢,我们一掌声啊,再次向刘老师, 刘老师感谢。 好,最后呢,预祝各位老师, 事业成功。 以后将来都成为一个大师吧。 我们学习班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